大家早晨好啊 朋友们全世界使用中文的善良的朋友们 现在是早晨的九点三十八分啊 我们接着听这位遭遇啊 境遇悲惨但是不屈不挠的 这位上访大姐的故事啊 幽默小姐你挺内行的 这叫维稳政府 花大力的一大部分的钱都叫维稳 就像我一到非常时期 就什么开两会了 国家这个那个了 然后呢 他们就下大力气 在我们家楼底下派两辆车 多少个班 一个班 十几个人 看着我一天24小时 你知道吗 就是一到非常时期 他们就看着我 我就没有自由了 你知道吧 反正后友儿就对我就大方 上哪都行 就别告状了 开着车 带着我随便吃 随便玩去 点哪吃哪 你知道吧 怎么花钱都没事 就是别告状你 你看中国的这个维稳经费啊 都超过了国防经费 现在是中国政府的最大支出 是吧 你钱都花在这上面了 为了看他一个人 动员12个人 三班倒 24小时 米娜小姐 你要游行 国家就更镇压了 你知道吗 五个人以上 国家就有权力镇压你 往死里整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信仿人的朋友 死的死 伤的伤 残的残 真的特别残 不允许游行 五个人以上就不行 五个人以下可能也不行 所以你们这些朋友啊 没在其中 所以不知道其位 你知道吗 我们有好难好难好难的事啊 就是没有特优费 你知道吗 他们对老百姓太不公平了 你知道吧 老百姓是没力 没忧 没处讲理 你知道吗 真的 我好恨好恨 这个大姐还是北京的 还是东城的 还是我们和平里的 你要是外地的 更惨 反正我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我一直在继续跟他们战斗 你知道吗 现在明年的两会 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每年这时候正在热闹 你知道吗 今年我觉得挺平静的 明年也好不了哪儿去 你知道吗 米娜小姐 你前面你应该听懂了 我是没有档案的人 知道吗 干什么都干不了 就是我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都证明不了一切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的事呢 他们调查了多少年 连祖坟都也挖出来了 都已经核实了 就是没人给办 你知道吗 你活该 没吃没喝 知道吗 饿死才活该呢 事出反常必有妖孽 这个事啊 背景不单纯 可能是有人给他冒名顶替了 然后呢 而且你看中国哈 有档案 还有户口本 还有身份证 在国外就是一个身份证 其他的东西没有 只有中国 这个设立那么多机构 层层的在管辖着你 管理着你 管制着你 米娜小姐 你前面你应该听懂了 四海为家 谢谢你 对呀 所以形势对老百姓也不好 不过就是对我来说啊 我的感觉是全世界都这样 我觉得世界最公平 最公正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疫情 你知道吗 所有事都没有最公平 最公正的了 我的体会 我的感觉 这次的疫情是最公平的 什么叫疫情是最公平的 什么意思啊 我真不明白他说的什么话 这个可能受点刺激啊 我们多多理解他吧 幽梦小姐 真的你说的非常对 他们就来回来回去的 对 他们都是吃屎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不为百姓办事 整天坐在他们那个办公室里的 那个他们的琢磨老百姓 怎么整老百姓 你知道吗 你说谁最谁最不容易 就是老百姓是最不容易的 你知道吗 最苦的就是老百姓 坐在办公室琢磨老百姓 我一个朋友在海淀区 居委会主任 现在不干了 他说街道办人处的人 都跟他说过 说老百姓不能太富裕 说要不然更不好管 就让他们压穷 反正我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你知道吗 真的 我十多年了 我跟他们打的 反正我是汽车骨了碟 也钻 浑身大标语 天安门走了一溜沟 跟我天天走天安门 他们天天开警车接我去 这些事儿 反正我跟公安部门打交道也多了 天天上他们公安部 公安局 那个 那时候傅振华局长 反正我这门口 天天喊去 浑身都是标语 我也想过一个美好的生活 但是我心里边这口气一种 过飞机呢 经常天安门也去 中南海也去 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各种的信访办 他都跑遍了 就像踢皮球一样 踢来踢去 我也想过一个美好的生活 但是我心里边这口气出不来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为什么 偌大的一个中国 连老百姓的 一口的 一口饭 他都起 真的 连饭碗他都砸 就简单的一个退休费 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都解决不了 真的 就12345都给打爆了 前些日子 我给打了一次 12345 然后我说了点负面的话 我说你们他们的成性 给我饿死的 对吧 如果给我饿死的 我还不如是另选一条道呢 是怎么的 我说我风光的去死 我去上天文 我去杀人 又放火去 我壮烈的去死 我宁可这样 我给12345打电话 结果呢 我们派左就请我喝茶去了 女人 要请你喝茶 对呀 如今的政府就是流氓土匪 我这一路看到 就是人民警察 把20多岁的小女孩 给扒光了打 反正这一路走来 真的 我看见到了好多好多 负面的 不光彩的 所以现在弄得我都成了战士了 只要看到不讲理的 我就往前冲 我就要管 你知道吗 谢谢大家听我的 真的 我这其实挺不光彩的 跟大家讲了 听我的故事 谢谢啊 谢谢大家听我的故事 怎么样 你们谁有兴趣的话 去中共中央信网办 看看去那些排队的人 跟深渊的人 真的 多的是 上通州 北京是人民信访 你们可以听见 没有状态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旁听 老百姓有多难 有多惨 这个政府为老百姓办了什么 他们都吃饱 他们都快撑死了 老百姓是快饿死了 你知道吗 如今就是这种形式 过去我在单位 我是会计 然后人事问题 我也是管的 你知道吗 咱们国家9月10月份是上保险的 9月10月份以前是试图上保险 知道吗 但是呢 但是呢 九九九几年 这不是北京人全都下岗了吗 由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反正是我全都遇上了 就这么着 回家正好我的小孩又小 我也下岗了 带岗过去跳 所以就回家了 你知道吗 一直我什么都没干 也别说没干 自己挣点钱 干别的 但是我的人事关系 什么都没动 你知道吗 不正确信 你闹啊